伦敦喷火站的机队时 在使用这样的一套阵容 打得非常的舒服 主要是两个前排 真的做得太好了 几乎是完美 所以我相信龙之队 可能也会研究 很多这样的一个录像 这边天使是成功拉过来了 并没有造成击杀 拉到这边要压制雪包房 对 雪包房被压制住 而全部人拉到了 右边的一个平台去 黑影被单吃掉 那能量的进展的话 会稍微慢一些 双方还在一个拉扯的环境 亡灵这个时候 能不能来惊天一枪 肉杉赶快铃 因为吃不到血包很难胜 亡灵一枪一枪 把他的全都打死 这个拉扣上去不应该 他只想尝试去给一枪 但是因为这样 根本不可能吃到任何资源的 这边徐树虽然是杀掉了身份 但是我认为 少海龙之队依然没有任何迎面 是的 这个血包房完全被卡死 而你剩余的残档 也没有办法进一个反 就是反场的工作 地亚上来强行凯炸 这炸弹用的不是特别的好 而且逼树 时间还有六分多钟 我们只能期待一些特殊安排了 这个完全看不懂 黑影黑了 但是没有任何效果 这波是不是打了一个副combo 小美的墙把黑影的大招给挡完了 对方好像没有任何人被黑的 好像是这样的 这是不是做了一手 银杖拍下来 强行保着人踩点 迪亚被击杀掉 温斯顿跳出去了 五王现在要开始虚点 温斯顿现在停着顶着一伤 吃不出伤害 直接阵亡 黑白盒能不能拉到这边高台上去 不要小心钩子 我觉得走上去都可以的 现在底下 他现在不敢浇钩子 浇钩子可能会被突进 黑影的大招已经60了 非常快 锁了一个针 三次吃破伤害 地亚要注意自己的血量 都是打在前排身上 都是前排或者身体 没有一个击杀 已经打出个大招了 黑影大招直接黑出来 打一波combo 配合得非常舒服 前排跟伤害跟得非常的足 像这种情况下我们分析他所做的就是为队友去创造时间跳上去 伤害都不敢打给个赵子马上走了 是的 这边为了防止被黑交了赵子 后排被突了 激素温斯顿 全部垫完 闭着眼 好 这波决斗是队只花了一个激素 看看吧 直接给了 温斯的激素坐下来 伤害还OK 徐素直接死了 六点发打你打我身上 给你打 随便给你打 你的后盘辅助只要没有大招 随便打先手打反手都可以 现在已经随便打了 对 直接母鸡的机甲直接爆了 跳上来 直接黑影大招 黑了好多 没有了 二者卡点解锁了 这个时候可能双T要往点里面站 这个裂空在这儿确实限制比较多 赵子给上 肉杉注意自己的血量 后排没有吃到什么压力 对上海龙来说的话是件好事 技甲也没有掉 找了和尚 一上给上直接秒杀 太快了 其实那个一上 我看和尚踩在那 一上到头上 我觉得就凉了 真的 现在上海龙前排逐T位 肉杉他打的伤害量确实有点太少了 这都是 因为他定位比较保守 哎呦 直接开胜上来打 打了 打得好凶 直接肾上来顶过来把Auto Ring给打死了 反手战术目镜 哎那个阴障是没盖出来死了吧 是的 这波其实有一点机会 不过 Azhar在那边疯狂打输出 母亲因为是头过机甲的 地牙背针打掉 要踩点 96 再次换出了麦克雷 就是打 你知道每次王林换出麦克雷 我觉得都是一个不好的信号 就是打不过了就换麦克雷 没有什么道理 他还是想克制一下 我就是想换麦克雷 哇看完了 也是后排再次被击杀完毕 那前排也吃不出任何的伤害 地牙也被击杀 我还是那个想法 就是 但是 上海龙现在主要的原因是要把 我没被扯下去 没有 而且也没有用狂鼠 Azhar死了 肉杉也死了 一换一 也不是很快 还可以 这波可以接受 换掉了对方的主C 哎呦 有天使的拉起来了 拉起来 呃 我们上海龙这边在踩点 但是Dia阵亡了 能踩得下来吗 没有 身上的双飞没人管 踩点了 不给机会 要等下一波 温斯顿的跳 直接还是选择跳 丽莎这边 卡点 不给你机会 利用这个小房间 一点力去蹭 但始终你蹭不完的呀 这波点位一让 整个事情马上低落下来 就是有一个问题啊 现在对方 Fisher这边不是温斯顿 这波只有一个原始暴怒 和战术目镜 怎么 哎 又被戳掉了 那这波要等 那就是最后一波 天使选择直接拉 拉起来 往前走 哎 这边 Hydration倒是自己死了 可以 非常高难度的击杀 但是 Ashir这边 非常的 哎呦 这个被石头挡了 哎哎哎 哎你还别说 换到了个战术目镜76 已经赚了 是的 这波 产亚塔在这边为所欲为的发挥 温斯顿只能选择踩点 赵子宜结束 头脑顶着一伤 开下去 能不能 能不能拍死啊 拍死有 拍死了 这边点点 上海龙完全有机会返场的 法老之音再次回到场地 这个小房间小地方来找对面法老之音 真的一炮就死啊 这个血量 点位让出去 而且没人能虚点 那应该是要 好 问题是怎么攒 吃这个小血包 先压制你的盾嘛 反正我压盾 无所谓的 我反正三个C嘛 我也不上 我就打 我就打来打去 一直打 整体的一个技能情况不是很好 信标给 准备跳下来直接黑了 直接黑 这波黑的很舒服 四个人 舒服全死 不给火路啊 肉晒已经到了 那还是 直接黑了 前排被黑掉 什么都没 车 别告诉倒了 还有机会 还有机会 温斯顿是后面限制对面的后排 舒服跟丢了 有的 这边 直接重力配用头出去 有没有效果 没有任何效果 车已经到了 C点怎么说 我已经我已经快疯了 你知道吗 好 原是这波有刀 拔刀 狂鼠 好像直接弹走了 这波拔刀又没什么效果吗 卡娜娜 这也没睡到 直接死掉 这个弹的非常不错了 第一时间已经 哇 这局直接没有了 哎呦 炸弹也被吹掉了啊 这 双两枪点掉 麦克兰还可以 但车没人能够踩得到 别死人就行 肉晒已经先走出来了 走出罩子 走个一伤 马上就被激活掉 武器到独出来 迪马在支 可能要让一下车 菲尔已经倒地 铁拳直接入场 躲不了 这个核爆了 玩嗨了 这波应该是手下来了吧 他想要的打法是什么 我们暂时解读不出来 是的 那这边开始破盾 可能是压制吧 给压力 这个Shift还能沿着盾 可以滚过去 直接就是压上来给压力嘛 然后一个剩开出来 就这样 哦 就列上一个核爆 躲掉 这边第一网 第二网也是阵武王 Shift这边的迈克雷 造成了巨大的伤害 每一枪都有中 有五十一道 他敢毒吗 敢毒就要被点死了 王灵一百毒了 说一下 菲尔说我 还是被打死了 冷静一下 炸弹炸掉 而这边龙晒队 也是走得很巧妙 选择走二楼 跳不跳得过去 这是一个考验 看看塔房 这个房子怎么样 盾已经碎了 怎么说 拉一波跳 这边也是肉杉盾好了以后就上去踩下点 地亚在上面输出 这个时候龙智队还算比较不错 他起码踩到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进攻位置 大招已经出来了 戳掉对方的一个低瓦 而且同时拿起来了母鸡 没错 这波复古拉扯拉的确实还不错 武王这边杀掉了低瓦 好 低瓦也是杀掉了过来想要骚扰的师父 这波非常有机会 身保着原始拔刀入场 激素刀 激素刀 这一波先把机甲砍掉 激素也掉了 小妹妹出来一刀没刷掉 还是杀掉了 这一波海军胜 海军胜厉害 这回是正面直接进点 拉小房间 谁来个残 这个扎莉是什么情况 还好没死 出来饱了 出来饱了 直接阴仗拍起来 这波选择先规避你 迪亚这个轮胎很关键 他要考虑一下这个轮胎找个角度防 给夹子 给夹子准备放轮胎 核爆投出来 轮胎直接给 Shades先死了 轮胎被核爆打掉 炸掉了 兄弟朋友就吸了一个温斯顿 但是正面的火力不太够了 这波应该有了 这波总没有激素刀了 海军胜的刀已经又有了 你再把刀给我砍完 而这波核爆投出来了 炸弹炸掉了什么东西吗 炸了个机甲 炸了个机甲 菲尔开启原始暴度 是在限制后排 把后排拍回来 是的 这边 被电死了 炸弹出来 也被炸死 普及还在踩车 法老之音已经出来了 可能要被列控制死 这波残局 上海龙之队处理得非常不错 上海龙之队刚才推车的时候 有很长很长很长一段时间都不是三速车 好 结果走过来 这个核爆投在这个位置 还挺好的 MG直接炸掉对面两个关键 晕掉 直接点掉 露霸上来踩车 没有任何问题 这一次上来直接被点死 现在我们上海龙之队这边应该是有巨大优势的 这舒芬怎么又换了个76号 他在秀他英雄池吗 海军胜的轮胎 找到了 海军胜直接被打死了 轮胎也没有什么效果 51刀毒掉必够死 Fisher也是被炸弹炸了一下 能不能 能不能删掉这个高能 哎呦 被后面错掉 不过收掉了扎里亚也是OK的 注意自己的机甲和存活 两个人保得非常的好 马上又有一手核爆 这个到点位车边核爆还是挺厉害的 直接投了 呃 没有什么伤害 但是肉山却阵亡了 这波得往后退 啊 Di也是阵亡 这边狂鼠就没有人限制了 海军胜的狂鼠现在是随便玩的 除非Diva就把他杀了 哇 你看这个肉山要死了 直接被活生生敲死 奶呢 这就是什么 你稍微松顿往前走一波 你就是惨的 而这边上的是Diva加莱因哈特 本身就不太能保抖到他了 直接吸在头上掉起来打 身在保住亡灵 交出灵魂心态 奶量吃的还OK 但是直接砸在地上躺着 要被撞死 要被撞死 哎 没撞到莱哈特 但是直接被抬走了 没有人能续车 没有黑影 扫描完毕 对方果然也没有上黑影 对方也是起了一套冲炮流 双方都是吃满资源的 而这边Diva在旁边收掉了 这一次也被亡灵点掉 第一波防守非常的成功 找到天使 血量被打了一梭子非常残 吃了个血包 这裹上来要吃前排 这年兆 菲菲尔直接开启大招 但血量也是不是很OK的 强劲把母鸡拍了出去 不过母鸡炸掉了 谁子 我觉得是个实时转的 吃了一换一 而菲庶这边血量很残 麦克雷还踩在广告牌上 不狂输出 菲菲尔又是暴头击杀了 阿什尔这波右手了下来 哦 这波打得非常不错 现在要吃前排 头上顶着一伤 机甲不能给 这51到什么意思 这什么意思啊 还堵掉一个温斯顿 能不能把最后的这个关键时刻 手下来 凌门一脚 Shuffle有刀 女武神已经开起来 圣也可以出来 这波刀可以捏住了 不过Shades已经阵亡 温斯顿在后面疯狂地输出 拔刀 直接砍掉 麦克雷好像要被刷掉了 凌门一脚 这个圣还是没忍住 这个炸弹 能不能炸掉很多人 炸掉了Shuffle 炸掉原始 还有机会 火力有点乏力 只能靠两个T会打伤害 Shades已经换了7-6返场 决斗师队这边基本上是个半断奶的状态 就是我们明明知道上海龙师队可以打得好 然后他的比赛表现会非常超乎我们想象 这边因召唤到胜 两边辅助大招兑换 接下来的话 接下来的话 阿尔尔炸掉了肉扇 后续的话 那是 51道又读出来 好像是个绕后的听声音 没有 在正面 很远很远 还读掉两个 刚才那个51道 其实阿尼的时候都不应该交的 就算我读掉你人也没用 他的所有的51道 都是自己想交就交的 没有任何战术 不过 云助一枪没有点掉 那可能要被吃了 天使也走不了 天使也走不了 我们的前排换地推的同时 我们的C位换了一个黑白盒 当然现在换回了麦克雷 你当做他没换过黑白盒好了 给个英雄 给个一伤 直接可以缠他 直接往上走 圣野给出来 对方开出阴障 不过在对面的莱因哈特阵亡的情况下 对面完全没办法打正面 对方情况还OK 炸 有炸到 哇 炸死了MG 天使拉不了了 这边名额已经用完 面有点吃不消 摘出母鸡直接开出来 这个后面保不住 也守护不了 列体猛鸡 直接列体猛鸡用来给盾打伤害 王林在后面想偷点伤害 但是好像没有任何效果 没人能够踩车了吗 母鸡强行上来踩 但是机甲是没有任何的能量的 车子放的位置有点靠前了 其实决斗是对这个车子位置 已经放的太深了 走上去了 要去找谁 谁子点了一枪 没有打过 反杀了 没打过 这边肉沙天到非需要自己也是死掉 但是车一直在挪 还可以接受 黑影大招已经准备就绪 而第一波上海龙是失败了 没有打进去 还在杀谁子 还是没杀死 在吃个血包 我再杀一个 好像也没有交的太多 双方其实下一波都有资源可以打 肉沙因为仗着自己有一波 原始暴动打得非常激进 王林点掉爱事 王林也死了 不过这个位置有点太深了 圣保折强拉了起来 我们就是一只以射手为核心的队伍 但是奥特瓶也是阵亡 双方人员互换因为地位被黑了 我们的射手还在射手点光 拍得下去吗 拍不下去 这波不跳了 还拍 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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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血包上了 还是死了 黑影绕后续黑人 没信标的 想找他想去找非非 淘宝投出来 还真炸死了一个地啊 这咋给炸死 圣开出来宝座 那这边完全不弹 黑甚至还没焦呢 是的 就准备加湿黑车边了呗 这个都不用黑了 黑了吧 这都黑了 没了 最后一波了 天使还能踩车吗 没有了 那恭喜这边的决斗士队是4比0战胜了上海融支队 对 motiv所以 听不识 最近准备战胜了 美女人 这事就要